觀念台鹹宿 最近真破一間應徴戰的案件 減風景哪一日公開來打賣 拆賣三台高級起機車 其中一台是高射新的便室高級轎車 憑著大陪民眾前來唱標 結果這台價達290多萬的轎車 其中231萬6的計銷來標出去 但是另外一台東興機車 現在因為起票價達到五十八萬 讓人說責太貴 所以就沒有人要出價 最好是來到標 本年台鹹宿 今天在路基盤一台打賣多多 打美品是一台高級的便宜車 跟一台Toyota7人做的修理車 以及一台東興機車 其中便宜車的打賣最多價格 五號至二十八號的兩位民眾 合上金標 最好以231萬6千塊標準 新車價比近290 兩百三十一萬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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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千 二十八號先生 兩百三十一萬六千元 兩百三十一萬六千元 恭喜二十八號先生 今天謝謝各位現場來賓來參加 有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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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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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覺得這樣滑膳嗎 你的標號是幾號 28號 另外一台Toyota的修理車 唯一52萬化氣 因為金標的人沒坐 近距離54萬標準 本年第一天處理院表示 這三台汽車是他們最近 真破了一件應交戰的案件 所靠入的車輛 打賣所得 就在起訴後 建車法官沒收 破了一國口 今天我們地檢署會舉行這個拍賣會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地檢署 朱祁人檢察官 他指揮警方 破獲預查員應交戰的案件 那這個案件我們有扣押被告所有的車輛 那那個以往呢就是在那個 在查獲被告犯罪所得 如果要等到法院判決沒收的話 被告往往都已經脫產 或者是把這個金錢花用殆盡 所以導致我們沒有辦法剝奪被告的犯罪所得 那我們今天是依據刑事訴訟法 跟刑法的這個沒收新制的規定 我們就把這個被 在偵查中把被告的名下的車輛做變價拍賣 本案的重型機車因為起劫就定在58萬 參加打賣民眾都陷害過 沒人發過 最後以流表收到 記者影片為曹王報道